由台東縣政府舉辦日照台東 台灣起身 告別九九 邁向一百系列活動 其中跨年晚會將在12月31號晚上10點在台東市海濱公園舉行 展開可以說是台東練來藝人陣容最強的一次 縣長表示 來跟大家報告 基本上我們這次有三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跨年 是台東有史以來陣容最堅強的卡斯 剛剛也介紹過 我們能夠做成這一點 也因為我們做了創舉 用直升機來載藝人 突破過去這藝人要在西部北部趕場不能來台東 或者如果他答應來條東不能趕場 所以不願意答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會有直升機來載藝人 所以讓我們這一次能夠有台東有史以來最堅強的卡斯陣人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也是有史以來活動的時間最久的 內容最豐富的 基本上我們從晚上10點鐘在海濱公園 台東市的海濱公園 到整個我們的曙光活動結束 最後7點鐘我們要升起在太馬里的海邊 升100面的國旗 等於從早上的10點到隔天的7點 如果照太馬里的城鄉長講的還沒有結束 因為7點我們升起完 他還要帶大家去植樹 再去種100棵樹在花園的海邊 所以真的是非常歡迎大家到台東來欣賞參與 我們這麼豐富的節目 但是你要做好不睡覺的準備 就像我已經做好不睡覺的準備了 掌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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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 掌聲 好大你就來了 好大你就來了 好大你就來台東 是 跟我們一起從10點 一直到隔天的10點都不要睡了 那在這裡我要跟所有台東的朋友來呼籲一下 不管今年你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或者是不愉快 今天大家都要忘記背後努力向前 一起來參加我們跨年的活動 絕對會讓你有新的一個氣象 重點我們清晨就會來 特別針對影暑光這個部分 就要來好好迎接我們2011年的第一道曙光 就在我們台東 那我在這裡誠懇熱情的來呼籲大家一定要來參與 那除了現場跨年會演唱之外 特別我要提到的就是在影曙光的部分 個人會帶著我自己最新專輯當中其中一首歌叫做日出 因為日出這首歌本來就是在創作的靈感就是來自於台東 那我希望在影暑光的早上聽說是6點半左右 我要帶著將近100人的一個學生團體 一起來合唱這首歌 不只唱歌我們要一起跳舞 那在這裡呢 我希望達到一個達到一個創舉 怎麼說呢 我要邀請所有台東的鄉親父老 一起來參與這個影暑光 然後呢現場呢我們會教大家一起跳這首舞 然後一起唱這首歌 晚會隨後百年元旦萬鋪漸走的祈福活動熱烈展開 而告別的99年影響100年的第一道曙光 以及將在太馬里、三仙台、蘭嶼、綠島出現 可以選擇各種不同的方式前往不同的目的地迎接第一道曙光 歡迎民眾新家代券、孔苓飯 一起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蒂林、台東市 與實力堅強的歌手們 以及演出團體共襄盛舉 享受東台灣帶給鄉親們 以及外來眾多遊客 一整晚的驚喜團樂